大家好,我是時光報奧的Able,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記得看完之後給個like,以及介紹多點朋友來看我們 今個星期我們找到兩隻,分別來自日本和瑞士都有幾特別的工藝的碗標 我們先講一下日本的碗標 這一隻就是Casio的G-Shock,G-Shock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這個品牌,可能桂桶裡面都有幾隻 但G-Shock是怎麼來的呢? 原來在1981年的時候,Casio的Engineer,伊布谷雄先生,掉爛了他爸爸送給他的一隻碗標 所以引發到他的概念,想做一隻跌不爛的標 經過了三年的努力,掉爛了二百多隻Prototype之後 終於找到一個方法,做出一隻碗標,可以達到零下來的三個十的目標 這三個十的目標挺特別的 第一個十就是要向十米高跌下來,也不爛的 第二個十就是要有十個大氣壓力,一百米的防水 第三個十就要有十年的電池動力 G-Shock初一出來的時候就不是十分之受歡迎的 因為當時大家都比較喜歡Dresswatch,即是正裝的碗標 在日本買得一般的 當時他們1983年的時候,就在美國推出了一個電視廣告 找了一個ice hockey的明星,就用一個hockey plug 大大力地把G-Shock的碗標,將他擊進去網上 來顯示G-Shock可以抵受很大的衝擊力 當時還被人家說他們是false advertising 最後他們在電視上真人表演,現場示範 於是G-Shock這個牌子非常之流行,受歡迎 去到2017年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生產了一億隻G-Shock 碗標 我們今次想說,2020年這個版本就是G-Shock MRG衝擊員 這隻碗標的名字都挺特別的 MRG原來是G-Shock 系列裡面最高級 無論在材料的選擇,防撞擊的能力 或者它的功能都是最頂尖的 當然100%是 made in Japan 這隻碗標也是用全泰金屬來做標學 至於衝擊丸也是,為什麼呢? 原來日本海上的神的名字是有個丸字 所以很多船隻的名字都加個丸字 今次這個衝擊丸我們估計可能就是代表 這隻碗標非常之強大 好像一隻戰艦一樣可以抵受很多衝擊 衝擊丸本身的設計靈感 來自於武士所戴的頭盔 日本的武士都代表了正義, 坐牙扶躍 是一個很正面充滿能量的形象 這個衝擊丸我們看這隻碗標 看上去好像有一點生獸 其實這個是他們特別處理出來的一個效果 這個標圈上面也是由日本非常之出色的雕刻大師 叫做小林正雄 他就向上面雕了狼藥飛天的圖案 而整一碗標那種比較懷舊的色彩 就是另外一種技術叫做鐵清地 這種技術就由另外一位師傅叫做菊池正直先生 也是由人手去處理, 看到它有這樣的效果 這隻碗標除了看上來 本身是非常之Vintage的感覺之外 其實它裏面的機身是非常之先進的 第一它是可以防水200米的標殼 都是用太陽能去充電的 電池壽命一定長了10年了 如果充滿電之後放在黑暗的環境下 它居然是可以行走18個月那麼久 另外一種功能就是可以跟世界六個非常之準確的原始中 是通過這個電波的聯繫 是自動較正的碗標 令到它非常之準確 其他基本功能有39個time zone 就是全世界所有全時區或者半時區的time zone 都包括了可以自動這樣較正的 如果你聯繫了你自己的 smartphone 基本的計時標到計時都是有的 所有這些功能 限量400隻 最可能令到大家比較踢驚的是那個定價 是63,880港幣 這是一隻比較高工藝的一隻指索 第二隻我們想說的就是來自瑞士的代表 瑞士的代表 是給Ultimus Pig 這次我們就不是說Royal Oak 我們是說Cook 1159 Grand Sonary Carillon Super Sonary 加上是有這個法郎表面 這個名字很長 我們逐個逐個拆開來講 Cook 1159 是愛比的一個新系列 出了兩三年左右 他們主要1159 11.59 是代表一日的最後一分鐘 代表了品牌對這個系列的期望 希望它是可以有一個很美好的明天 至於Grand Sonary 這個就是一個超級的複雜功能 我們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三文碗錶 機械碗錶裡面已經是一個頂級的複雜功能 Grand Sonary 大字名 比它更加複雜 因為大字名碗錶 每一刻都會自動地報 黑 和時 而大字名的碗錶 很多時候都包含小字名 小字名的意思就是每一個鐘頭 用這個敲除敲擊陰王 去報一次 這個碗錶當然也都包含了三文的功能 三文的功能就是當你按動 那個按鈕或者拉桿的時候 它就會為你報出個時 黑 和分鐘 至於另外一個字在名字 Carillon Carillon的意思就是 這個響鬧的碗錶 碗錶本身是用超過兩個音王 而在這個Case裡面 它是有三個音王 是有高中和低 高音是會敲這個分鐘 低音就是敲時 高中低三個音 調合在一起 就是敲出這個黑 至於 名字裡面的另一個字 Super Sonary 又是什麼 原來Super Sonary 是指愛比 這些簽名 即是敲擊發聲的碗錶 一個很特別的音響設備 是帶在手上的音響設備 這個Super Sonary 這個技術 就是愛比和 瑞士的洛桑科研究院 一起 去研發 它是令到 這個敲擊 布什的碗錶 是可以 音量更加大 以及更加清晰 本身來講 就是 它的技術 就是在 錶殼的設計 本身好像 一個共振箱 令到那個聲音是可以提升 至於機芯方面 這個機芯本身是Calibur 2956 是一個手動上鏈的機械機芯 489個零部件 可以提供48小時的動力儲備 另外一個 比較 特別之處 就是 他們可以做到20米的防水 這個是在 問錶裡面 或者是敲擊發聲的換錶裡面 另外一個比較難 克服的一個困難 碗錶那個Case是41毫米的白金的Case 大家看到這就是碗錶 非常之靚 就是它那個 由法郎大師Anita Boucher 親自去設計和 手工製作的 法郎的錶面 它總共是限量 5隻 Anita Boucher已經做了3個面 三個都不同 剩下的2個面 是被將來的買家 可以定制 今次Anita Boucher所 採用法郎的技術 叫Paroni Paroni是代表小的金屬片 而今次它選用的小金屬片 還是有歷史來源 說全部這些金屬片都超過100年 不過 就沒有告訴我們來源在哪裡 整個製作的工序 都蠻複雜的 首先是要做了 法郎基調 即是本身的法郎的底 也因為我們看到那個顏色 是很深邃的 所以 是用了很多 Layer 的法郎 每一次都要經過800度 攝氏的高溫去探製 探製完法郎的底 之後 Anita Boucher就會將 那些小金屬片 一粒一粒一粒一塊 放上錶面 再拿去燒 去固定它的位置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放上一層 透明的法郎面 而這個碗錶的定價 座底都超過600萬港幣 究竟是 實際是多少呢 會depends on 你的法郎 複雜程度的要求 我們講了兩隻碗錶 一隻是 6萬多元的 G-Shop 另外一隻 是600多萬的 愛比 你比較喜歡哪隻呢 這個星期的周表時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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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